到台湾夜市吃小吃是国外观光客的必经之旅 要体验台湾文化,其实扮桌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两位日本部落客初次体验台湾的扮桌文化 他们开心地表示,大家围在一起用餐 切身感受到了台湾人热情的那一面 一边品尝台湾道地美食,还频频点头 两位来自日本的部落客跟一大群台湾人在圆桌用餐 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台湾的扮桌文化 古早味的餐厅 重现了台湾早期的理法厅演进行 就连厕所的招牌都有烟酒公卖局的编号 走进餐厅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 把古早味的那种氛围端出来呢 用这样的场所跟氛围呢 希望让日本部落客回去日本之后 可以广为宣传说台湾的美食 台湾的美食文化跟体验当中有不同的层面的 两位日本部落客 一位是美食作家 另一位是上班族 在部落格上各自拥有上千粉丝支持 受邀来台湾深度旅游 五天四夜的行程 到访台湾特色餐厅 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特别印象深刻 拿起相机拍个不停 两位部落客超开心 这趟台湾美食之旅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台湾浓浓的人情味 新唐两家电视郭云开 张云亭台湾台北报道